劳工部长雷蒂昨晚接受访问时说 他有意把加行与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的劳资谈判 被托给加拿大劳工关系署审议 他说该机构在审议期间 工会会员不能罢工 雷蒂还说 劳工关系署不仅要审议可能发生的罢工 同时也要审议 为何工会会员两度否决劳资双方达成的临时协议 但是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今早发表声明称 他们没有接到不准罢工的命令 罢工行动仍属于合法 工会愿意继续与加行谈判 但是已经准备于今天午一夜展开罢工 加行方面已经表示 一旦乘务员罢工 一些区域性合作伙伴将提供支援 协助维持部分航班的运作 此外 加行已经采取措施 尽量减少罢工对乘客的影响 即在本周内 已经订票的乘客可以更改成绩日期 最晚改到今年12月15号 改期将不收取任何费用